大家好,又是我星星龍,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我真的用這個痛快來形容 因為為什麼?蔬菜很貴 貴也要吃,只要吃蒸 日式超市就買來老貨吃 有很多網友留言問 為什麼我家常煮羅宋湯? 煮不到外面的味道 港式羅宋湯的味道的確是很獨特 鵝色菜湯或法式菜湯的味道? 不是,是港式的羅宋湯 早三年前我也做過一次 做一個羅宋湯有基本理論和論述 那時候也說過 這次我煮羅宋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材料有很多,首先介紹一下 有2磅的急凍牛腩 湯馬有椰菜、蕃茄、香葉 西芹、薯仔、甘筍、洋蔥 還有一個靚檸檬 還有一條紅椒 以上的材料 煮羅宋湯的味道是相負相成的 還有一些香葉 我們就叫做月桂葉 各地的材料的比例 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有3樣材料 我們要多的 哪3樣呢? 椰菜、蕃茄、薯仔 這3樣的比例 每樣差不多到600g 其餘的西芹 就放300g 也不錯 甘筍就放300-400g 洋蔥就放200-300g 至於檸檬 放半個 要放漂亮的檸檬 還要連著皮 有些網友會留言 你把皮放進去就有苦味 苦味也是一種味道 可以跟大家再吹幾句 我們以前做茶餐廳 有一個叫做熱檸諾 有一個叫做檸檬煲可樂 大家知道有什麼分別嗎? 熱檸諾 我們會在汽水機上 按些可樂漿出來 放些檸檬進去沖熱水 檸檬煲可樂 我們會開始小可樂 放些檸檬和皮一起熬 再加兩片薑下去 也是有些舒緩感冒的作用 你猜這樣煲會不會苦呢? 如果我忍不住那種苦味 我就不給錢 材料很多都不吹太多 吹太多是趕客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在片頭裡叫別人 一早就訂閱了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尾 才學到這個菜 訂閱,如果覺得是好吃的 支持一隻人吹水 給個讚,分享一下 這些牛腩回來也很簡單 我們用水喉水 浸到夠軟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急凍牛腩 我們在外面都經常做 我們拿成福回來 一次過拿四五十磅來自己改 當然這些四五十磅就一次過切出來 買西芹 我建議大家去超市買 買些美國、澳洲、西芹 買它回來 我們在中間 把最粗的纖維全部都撕出來 撕出來還要做多一個步驟 我們先用刨 刨一刨 把表面很硬的刀刨出來 撕的目的是 把粗的纖維要撕才撕出來 好,接著到薯仔 選薯仔 盡量選青嶺白正 千萬不要有發牙的薯仔 有發牙的薯仔就不要買了 因為它會有毒素影響到你 至於有泥,這些會比較新鮮 或是有袋子的薯仔 我們叫做新薯 那些也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會讓你選擇 如果可以選擇的,選擇黃肉薯仔 會比較甘香 選不到的,只要刨一下 這隻就不是很黃肉 這隻就差不多了 薯仔刨完的,盡量用水浸泡 防止它變黑 因為這麼多材料要處理,要刨 所以就把所有材料浸泡 好,接著到甘筍 我們叫做紅蘿蔔 我們業界的甘筍叫做台卜 買這些台卜會比較新鮮 然後就比較清甜 如果外國網友買不到的 買普通的小金筍 都是沒問題的 我們都會刨完 這些台卜,我特別強調 用來煲湯是最好的 買一些大小小的 如果烹調入鑽的,煮西餐的 買普通的小金筍也可以 洋蔥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用紫洋蔥,一般用來做沙律 或者做三文治 就會比較清甜 我剛剛做了一些法包和三文治 剩下一個紫洋蔥 我就用上去 然後用來煲湯 就買這類型的 比較硬 這些大肉茄會比較好 煲完之後 你還有少許讓你吃 煲洋蔥湯一定會有少許辣味 辣味的來源就是這些紅辣椒 當然,這條紅辣椒 已經炒過清清的臉 我就決定不用了 所有材料都改好之後 我們就用來清洗和浸泡 然後再看看牛腩 把牛腩浸泡得夠軟 就可以了 大家都看到 浸泡的過程當中 讓它釋出一些血水 做牛肉 我就不太建議大家用鹽水去浸泡 特別是牛腩用來燜 因為牛肉吸收到鹽水 它們的纖維會變得更軟 就會變得更軟 所以在處理牛腩 我建議大家用清水去浸泡 那些雪味要怎麼處理呢? 多過兩、三次水 牛腩洗了五、六次之後 我們把牛腩放進去 然後把牛腩放進去 然後開火 然後把他放進去 放進去 把牛腩準備熟再放進去 浸泡水 我的目的就是把牛腩出一些味道 把牛腩把它放進去 不用急凍牛腩 那有什麼選擇呢? 在牛肉店買新鮮牛腩碎 煮出來會更加甜點的湯 如果外國的網友可以買一些優質的牛辣條 現在牛辣條都是真空包裝的,比較容易處理 牛辣條都是用來溶液 在鍋子裡煎香就可以直接拿去煲 在凍水加熱過程當中,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些不好的東西就會慢慢逼出來 這些都是牛辣條的血水味、鬚味、不好的味道 我以前在外面做西餐的時候,羅宋湯比較得手 因為通常每間餐廳的羅宋湯都必定是主打 紅湯就一定有的 白湯就有什麼材料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用紅湯 我們有時候煲羅宋湯還會用牛骨 那些牛骨我們都是一塊拿回來 洗乾淨 用茄膏、香葉、西芹、洋蔥、甘筍 然後把牛骨放進焗爐裡,然後把牛骨湯放進焗爐裡 然後用來熬一些湯 那些湯就先用來煲羅宋湯 還有牛骨湯也可以用來燒醬汁 有時候用來牛尾湯,也是用來牛骨湯的湯底 讓它煲好後,表面上的都不會是好的 所以我們要煲幾分鐘,要煲透 跟此同時,隔壁就放了差不多4公升的清水 那在煲過程中,我們就放了一些香葉 那就是葉桂葉 你放3塊好、4塊好 牛腩滾了5分鐘,現在倒水清洗乾淨 牛腩把血水洗乾淨後,隨即放進去 牛腩煮完之後,切蔬菜 蔬菜不要切得太細,這樣就差不多了 西芹也一樣,不要切得太細 都是這樣 金筍,如果是西餐,我們會切薄片 不像中餐,切斜角,切點金筍片 雖然金筍片,不要切得太薄 洋蔥還是切割,這樣就可以了 蔥條切割 薯仔,切薯仔,把刀弄濕一點 刀弄比較容易切 薯仔不要太細小 煮完後,刀弄不完 刀弄濕後,刀弄不太絕 要不然,刀弄不太絕 蕃茄也一樣 為什麼叫大家買大肉茄呢? 肥大肉厚 這些蕃茄煮完後,還有少許形狀 如果買的小粒,蕃茄味比較濃郁 但煮完後,就不見了 煮一煮蘿莎湯,主要的蕃茄味 剛剛就給大家看 茄糕 還有半個檸檬,把它清淨乾淨 半個也放進去就可以了 剩下半個,放水喝吧 材料準備好後,把蒜蓉拿出來 這邊要急不及待,把火燒熱 下適量的油 然後放大約2湯匙茄膏 茄膏要爆炒才會香 放一茶匙蒜蓉 一塊去剷香茄膏 茄膏剷香後,直接放入熬湯就可以了 然後放大火 把所有材料都爆炒 這個做羅宋湯,一個竅門 把洋蔥、甘筍、西芹 這些比較耐火,一次過炒 炒筋的同時,放些黑椒來放少許 讓它有少許香味 炒至有足夠的熱度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起鍋 炒一炒的作用,除了發出香味外 讓蔬菜和青味炒一炒出來 然後放些油內,繼續炒 剩下一點茄膏,用些菜葉放進去 煮羅宋湯連菜頭都可以煮 以前做羅宋湯,我堅持要爆炒 才能做出風味 現在又很少了 這個也是輕輕放少許胡椒 當它稍微有少許軟身 有些就先把它放進去 接著蔬菜在煮的時候 用番茄豬仔炒 再炒 更多材料之中,炒香番茄豬仔 最為重要 炒香番茄豬仔 炒至少許人生 隨便炒至少許人生 隨便炒至少許人生 隨便炒至少許火熱 就好 番茄豬仔加少許黑椒 煮一煮香味,現在就放進去一起煮 湯,大家看到剛才拿的水嗎? 4公升,所有材料都差不多到7公升 我們保持著大火,用大火煮45分鐘 最重要是把檸檬放進去 用大火煮45分鐘的作用 讓所有材料煮到它夠熟,夠嫩,還有釋出的味道 我們再收慢火,再煮一個多小時 羅宋湯用一個中大火,現在煮45分鐘 然後我們收到最小火,再煮一個半小時 保持著小火,現在煮了一個半小時 全程煮了兩個多小時 關火,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剛才放了所有材料,約7公升水 現在只剩下6公升也不夠 現在的湯是否最濃郁呢? 不是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羅宋湯 隔夜,甚至隔兩夜是最好喝的 我們在外面做,都要隔兩夜 現在要調味 西湯當中,羅宋湯是最難調味的 咸味、甜味和酸味要均勻 而且味道都要調味 我這裡要拿半茶匙的鹽 砂糖也是半茶匙 酸味來自檸檬、茄膏、蕃茄 還有,我們都要加一點茄汁 一來就調一下顏色 二來就讓它有一點茄汁的甜味和酸味 如果家裡有茄汁,可以加一點茄汁 也可以加一點辣油 Tabasco 加一點辣油,加一點 整個羅宋湯 鹹、甜、酸、辣 要有這麼多的味道 上面的油就不需要把它撕掉 我們就把它撕起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個羅宋湯,我建議大家 假日買好材料 早上一早熬 熬完,焗到晚上,晚餐再煮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再煮多一點,第二天可以留些 做早餐也很棒 用這麼充足的材料去煮羅宋湯 看到也知道是濃味 但最濃味不是現在 是明天 喜歡喝羅宋湯嗎? 請給我按讚! 喜歡港式焗豬扒飯嗎?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我頻道會員 繼續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請問一下 請看片尾 看片尾 看片尾是甚麼? 一筆羅宋湯 以前的羅宋湯 用了碟子上 如果你們出去吃 可以給我一筆檸檬 我真的很開心 一筆檸檬 你這碟會特別香 然後再加一點湯 再加一點湯 如果有檸檬 真的好開心 用一碟喝羅宋湯 就是以前的西餐情懷 我小時候 喝羅宋湯 有餐包、牛油、筋 相當之好 試了一口 味道 都差了一點點 糖和鹽 但都OK的 為甚麼呢? 因為 放到今晚才再煮 明天再煮的味道差不多 這次的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